今天上午中共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而就在同一时间在会场的外面 纽约的民主人士举办集会以抗议中共当局是官商勾结 造成毒奶粉害人民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5号上午公民自由联盟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 中国宗教自由等机构在联合国总部前集会 打出官商勾结害人 胡温隐瞒地震预报造成十万冤魂等标语 中国宗教自由组织的负责人安努南在集会中质问温家宝 如果新西兰政府不坚持 中国政府会不会召回三绿奶粉 到底有多少中国的婴儿在遭受慎劫时的折磨 超过4亿的中国婴儿因为一胎化政策在出生之前被杀害 大部分是女婴 这又是多少人 无国界记者组织纽约分部的负责人塔拉·道拉沙西也到场支持 并强调中国需要开放的媒体监督 他说如果中国希望和美国的机构合作 与欧洲的卫星系统合作 就需要让公民社会的成员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公民自由联盟负责人曹金桃声泪俱下地讲到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奥运会的面子 是成千上万的儿童生命于不顾 他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团结起来发出声音 所谓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我认为不是 是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强权统治六十年 中国老百姓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失去了发出声音的这种本能 所以说我们要现在要把这种发出声音的这种能力把它给恢复过来 他建议成立三路奶粉受害者委员会向三路集团索赔 让老百姓增加公民的责任意识 通过各种维权团体来运作 不要像杨家一样被逼到有冤无处身 最后拔刀相向 现场有一位西藏喇嘛和两位藏人路过 也加入到集会队伍中 并举起失踪的班禅喇嘛的像 新唐人记者蓝清纽约报道